你問我就是阿荔 他就是阿荔 剛剛走了就叫阿楓 還有什麼介紹 小弟摩摩托星 小時候可能很小隻的時候就腌了 然後養牠24個月 我出來就殺了 很可憐 如果被人腌就被人殺 沒有辦法 山谷真的被腌那些很瘦 很大隻的肌肉 那些很難吃 又有柴又成 沒有比較之下當然沒問題 吃下去之後 差很遠 而且沒什麼油發 全部都是肌肉 我跟阿荔不是做牛肉的 我本身在賣魚的街市 那時候在南昌做海鮮檔 他在他對面開牛股 剛巧就關掉了 那時候見到我年輕 又這麼辛苦 很濕 然後我說做牛肉比好 他就帶了我去牛股膜入行 中醫店的老闆 又是一個牛股膜的老闆 不過沒有錢 然後就不知為何朋友介紹 就下來了牛股膜學師 關掉了 什麼都要做 早上四眼鏡起床 所以晚上七點半 每天都是這樣 請給刀斬 油下四針 還有這些 很多刀 我是最差的 因為學師急 做事要很快 因為以前的老闆 牛股膜 他加很多貨 幾個小時就要拆掉 四點幾個開工 八點前就這麼小 就要拆掉油 學師 我們通常都是拆掉一些簡單的東西 拆牛腩 所以學師出來 什麼都不懂 我之後開了一步之後 慢慢再學 再去想才會 認識 你辛苦是不夠睡 斬傷都醒了 一天只有六、六、八 十幾十個小時 做康奸都有 但是沒辦法 你很想學這件事 想學會它 就是繼續做 回來後整隻牛都不夠 一半都不知道有沒有 六成、五成左右 用得繼續保衛 其他那些牛很多 還有些筋 那些筋是賤賣的 那些筋是成本不夠的 所以這些肥牛就這麼貴 民費劏工 幫忙在逃房裡 拉著牛走過來 那些都會給錢 很多這些雜費 還有車工 那些筋是真的貴的 其實是可以有權去選擇的 就是選一隻牛 但是這隻牛是有皮的 你說會選擇 選不到你是不是肥 不知道的 真的要劏了才知道 可能它的肚子很大 還是很肥 但原來全部都是脂肪 那就賤錢了 裡面是不肥的 牛裡面的肉 全部都是很瘦的 只有這些 這些表面脂肪 那就賤錢了 他經常跟我說 學會去 喜歡去開店 不會餓死的 哈哈 一定找到吃的 哈哈 沒什麼人願意做 做這行的生意 時間太長了 有困身 經常都在街市 很少人願意去做這件事 因為年輕人 你很多生意可以做 做網店 賣其他東西 都可以賺到錢 還有時間 又不用被困死 自由很多 這就是沒有自由的 不喜歡 不喜歡我做不到的 不喜歡 怎麼做 大哥 你叫你回去阿公 你受不了 一時這麼早起床 你知道 現在開工 開了幾個小時 待會還沒下班 7時半 你不如定得住 如果不喜歡 你真的要有點熱誠 開心了 因為魚露太沉悶了 太簡單了 就是你煮一條魚 一喝就熄 一條魚都是這樣煮的 沒有變化 牛肉不同 真的有挑戰性 就算到現在 都是不聰明的 擦得不乾淨 師傅聰明的 骨真的沒有肉 我們是炸的 就是我們師傅 師傅 擦肉眼 一點肉都沒有 要勤力 要聰明 就是你賣東西 有很多方式 跟師傅溝通修身好 要懂得分牛肉部位 因為你要 因為你要知道 哪些是適合去煮什麼菜 可能我師傅說要煮湯 你給牛肉去煮湯就死了 都沒有味道 所以你要懂得分 我都會賣的 那些婆婆的 買5元 難道不賣給她嗎 切多些給她 婆婆 沒錢 吃得5元就知道你沒錢 就切多幾塊給她 回去請餐送 沒所謂 送貨我們都不用外出 那時候有很多訂單 一天送貨就送到黑 那時候阿楓送貨 那時候還沒買私家車 還沒買貨 開電單車到處跑 下雨都不停跑 辛苦的時候 我們那個想法 就是開一家店 可以多些客人 賺多些錢 但那些店舖全部都沒有錢 就是不夠客人 這個困難 基本上還沒承認 沒承認 你做了兩年牛肉 可能很多可能承認 兩年而已 大師傅做了幾十年 才有今時今的地位 就像我老闆一樣 真的做了幾十年 才可以有牛王 我這個稱號 我近年才發生 這麼年輕 不用金做什麼 無所謂 輸光都是輸光的錢 對 牛圓 漢堡扒 還有懶人包 市場才會有更多人接受 可以多賣一點 你只要站一萬千樓 其實會賺到什麼錢 如果你把它上架賣 整件事 那品牌會有很多人認識 還有我們可以做到 三個都不用做 可以坐在那裡等收錢 現在我們每天都這樣做 都沒有錢收 很可憐 好